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白心仪 欢迎收看台湾一切人的一个故事 节目一开始,要带您到金门 看看一个坚强的母亲 为了孩子常年站在高温的油锅前 炸出一家人的生计 明朝开始,渔民凿花岗石为柱 广插在潮尖带上,形成十颗田 潮起又潮落,柯苗攀附在石柱上 一点一滴长成 四百多年来看顾了无数人的生计 阿桑,今天生活很多 有这么多 好多的 好 没错 很重 潮退,人下,潮起,人回 要捕捉海味,就得克尊大海定律 毛巾一拉,屁股一坐 人力车成了宅配车 飞快奔驰在石板路上 快递金门专属的大海眼泪 金城镇,针结牌坊下,人潮川流不息 看到许多人就驻足在百年老错前 静静地等,专注地看 高温当前,秀珍怡炸蚝 尽管二三十双眼盯着他 还是不急不虚 面浆淋上去 然后加一点点菜 再加一点海鸥 再抓一把 菜 然后这样 再把它盖起来 对 三十年来秀珍怡做二爹 按部就班不偷料 做出诚信,人气满意 就连大学生都抢着来帮他 那你已经可以赚到一条金链子了 对啦,可以这么说 老板娘对你很好 还是对我不错啦,真的 可以变成第二个妈妈了 外面忙,里面也很忙 八十岁的妈妈 以前帮婆婆备料 现在换成帮女儿 白髮下的容颜 因为心情开朗 一点皱纹都没有 现在已经年纪到了 还跳得运动运动 比较少许的爬带 没有爬带 不管是炸蚝蚝 还是炸春卷 十颗八种蔬菜 给料丰富外 油炸也要分两锅 第一锅把蚝蚝炸到定型 三分熟 第二锅高温 再把它炸出酥脆感 逼出油来 吃起来更加爽口 我的菜很新鲜 然后海鸥外也新鲜 那个,对 后面有人在帮我吃 台湾客人来都一定必买的 本来一个小时都有 对对 因为这边的海鸽它是 附在那个石头上 比较小鸽,比较甜 台湾的他们放那没有麻吉利 金门都真的放着满满的 都是,因为我们一咬起来 就是要那种海味就好吃 到金门没有吃到石科 就像是没有看到金门的美 古宁童海滩富含有机质 潮肩带每天两次 潮退进步 养成的石科虽然瘦小 但Q弹没有腥味 辛苦采收,被工作成料理 养活了好几代的金门人 来,这个是还没洗的 不要太大力,要轻轻的那个 然后再这样子拍一拍 它那个脏了才会起得来 你看,你越弄越... 它越脏水越出来 海水滋养,双手温柔对待 蚵仔新鲜看得到 两位请蚵仔组每天固定供货 晚上松来,隔天就成了最佳主角 这些请蚵仔组都是靠你 不能这样,不敢这样 每个都... 市场那边有很多人都在卖海蚵 只是说你有长期固定的客户 固定的那个... 人帮我让我花好 我没有那个 它不会泡水 我的海蚵它不敢泡水 泡水的蚵仔绪胖却不健康 秀真宜坚持,维持原样不走味 搭配的蔬菜也不随便 全是高鲜新塑料 配料就是有蒜、韭菜、葱、韭菜 还有高丽菜 还有红萝卜跟豆芽 很多种类的 对啊 所以我们的偶德会好吃 就是因为我的料很实在 秀真宜 原本只是为家庭主妇 嫁给军人 跟着住到台湾 几年后儿子严重过敏 才又举家签回娘家金门 当时大妈传承阿妈的手艺 在街头卖二爹 她玩票性值的帮忙 帮着帮着竟也成了 经济主要来源 小孩子小也是纯粹说 孩子小要养家 因为我现在算是半单亲 因为孩子那时候还小 想说那就是因为 也是因为经济 那我想说好吧 那我就继续再做好了 搬回金门后 先生突然离家 他独自单起照顾 三个小孩的责任 没有时间抱怨 只有想方设法 让更多人来买二爹 他从配料改良起 软烂的大白菜 改成清脆高丽菜 容易腐败的豆干 换成豆芽菜 入冬大蒜苗就用金门产的 香气更浓郁 很多人还没来金门 就从台湾先打电话来订偶德 没想到我自己有时候 晚上都想到 我没想到我自己小小一个偶德 还能做出这么有明明行来 冬天海风吹到刺骨 夏天高温又逼得人喘不过气来 一年又一年 孩子长大工作了 修正仪还是坚守岗位 继续正在游锅前 越炸越炸的很有成就化 很有成就化 没有啊 未来这个社会折论感太大了 有 没有 休息没有转 人家贵皇后 你这些人没有信任的 当年秋母许事首节二十八年 谈心如苦 教子成龙 朝廷表彰她的异行 所以在金城镇上 立了升节排访 两百多年后 我们看到母爱 继续在排访下温暖着人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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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